健保署今年7月起要求大医院门诊量年减诊2%,部分医院以现挂或掌挂号费音音。 健保署长李伯章表示,尊重医院各自的策略,但别忘了与民众做好沟通,让医院及医师成为建立社会分级医疗观念的最好导师。 李伯章说,台湾医疗太方便,民众想去哪看病就去哪看病,再加上对分级医疗无感,甚至觉得要求转诊室在找查。 李伯章指出,大医院最大的问题,就是门诊量太多是轻症及稳定慢性病人,应利用分级医疗,将这些病人调整回社区诊所,平衡医疗生态,也可给民众更好的医疗品质。 李伯章强调,大医院最大的问题,就是门诊量太多是轻症及稳定慢性病人,现挂是策略之一,民众现场要挂号还是挂额道,另分级医疗有用目标是双向转诊,大医院下转,社区医院也可双转,不会有影响权益的问题。 至于挂号费涨价,李伯章说,他相信医院会做好平衡,毕竟涨价不合理,病人不来,亏的是医院专家建议,分级医疗要成功,民众教育也要做。 李伯章说,健保署除了推出分级医疗宣传广告,他也常写宣导文章投书媒体。 他平时也会进行追踪,掌握医疗元素。 在分级医疗政策下,到底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,确认大家都有做到,我真的是毛足全力了。 李伯章说,下一阶段目标是将分级医疗,健康存折,云端药利等观念编成国小六年级课文。 已经有出版社将全民健保观念放入课纲,编程课文,只要通过课程委员会审核,最快明年小六生就能读得到,让分级医疗概念从小生根,不过,更多稳定慢性病人是老人家。 李伯章强调,民众教育最好的老师还是医师,若病人坚持他的就医心态跟医师专业判断不同,更应彼此沟通。 请医师一起努力投入,避免重要政策是被公办。 健保署长李伯章表示,健保教育纳入十二年国教课纲,明年小六教科书就会有全民健保,分级医疗等内容, 图本报资料照片,分享。